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这甲杜天亮到里边叫孙小焦 看见就得翻脸 两下一交手 别的我不怕 我怕的是他七十二根毒针 能够制胜绝部武斗 他自己没敢直接进去 叫邱鲍送个新 邱鲍进去了 这阵孙小焦干嘛呢 昨天晚上的残息还没撤呢 往桌子一坐 还喝呢 生闷气 邱鲍倒进前低声下气说 三夫人 给你道喜 我有什么喜 三将军来了 他来了 在哪呢 在外边等候 叫我送信 请问他是一个人来的呢 还是两个人 他问什么意思呢 要是一个人他就不生气了 是我站回来看我来了 要两人甭问 那是邻鲍鲍 你要带个女的 你不得把我气死吗 邱鲍不知道怎么事啊 是两个人一块来的 那意思还有赤龙呢 有 真是两个啊 不错 确实是两个 还有别人没有 没有 就两个人 我不见 别家 怎么口等着呢 好吧 你叫他进来 哎 秋暴 汗都下了 心想我就不愿意跟女人打交道 这女人怎么这么厉害呢 你说三公子长得那么漂亮 这个女的看着能大个六七岁 女大舞 赛老母 那么老大 孙孙 你还要耍娇 捉什么呢 要叫我呀 一巴掌 咱们得打到黄阁里头去了 哎 没办法 一物香一物 卤水点豆腐 转身出来了 歇下三公子啊 这回你又最糟了 哎 三将军 夫人叫你进去 哎 他干什么呢 哎 好像喝酒呢 哎 这个人脾气就是不好 没办法 没事喝闷酒 我叫你笑话了 没办法呀 没什么 这个大丈夫难免欺不闲 子不孝 他都不是不贤会 就是太刁了 赤龙说话了 哎 这是老猫房上睡 一辈留一辈 哎 姨父 你怎么说这话 怎么说这话 你爹 就怕你妈 谁让你妈是公主了 你不为得老孙家的本事吗 主动上人的去的 孙小娇本事比你大 有啊 一强 哎 就有遗害啊 嗯 对 姨父 我二姨也比你大那么多呢 你也怕去 我不怕 行了 你不怕我怕 这些话 都是赤龙交给他的 求报应这个乐呀 看来呀 找皇亲呢 不行 你是男家呀 女家呀 都不行 还是我求报说了算呢 撒老婆 谁敢惹我 赤龙想 求报往这一站 里边打起来不好办 哎哎哎 求家就过来过来过来 坚军大人有什么话的 过来 善侣也说 哎 你们那边这儿 哎远点啊 别过来 哎 哎 好好好 那意思 我们在里说小话 你别听着 秋报说你放心吧 没人笑话 哎 听老婆话 罚财 秋 秋报和赤龙 转身了 又离开了师级部 但是不敢远走 赤龙怕远了 里边打起来善灵狱 不是孙小焦对手 离近了 又怕秋报听见里边说话 所以找个最合适的位置 俩人在这儿敌我 分散他 偷听里边说话 再说善灵 映着头皮来到上棚门口 本门啊 推不点个缝 低声说话 这声音呢 好像是冲里边说 实际给外边秋报听 嗯 夫人 小焦 我来了 她为什么小声 声音大了 所以小焦能听出来 不是她丈夫 里边基本听不清 外边听见了 秋报一看着乐 我说监军大人 我说监军大人 你是三将军怎么 像耗死这猫一样 可不是 灵狱把炸盘门推开 转身进来 烹一锅 嘎啷就锁上了 那意思 打起来 谁别出去 免得影响我们炸水师营 我那两千多人过黄河 她回身一看 哎呀 太好了 怎么 孙小焦啊 后背冲门 脸 冲墙 眼前是桌子 按理说呢 应该是脸冲外坐着 来人了 赶快起来呀 孙小焦今天倒霉就倒霉 还在虎脚蛮缠不贤会才刁蛮了 要不然吃不了亏 她是故意的跟丈夫撒娇 她摸透杜天亮的脾气了 杜天亮离开她 就沾花惹草 看见她 就麻爪扑通的跪下 磕头做衣我错了 我再也不去聊闲去了 不惹别人女人了 你比谁都漂亮 孙小焦 一顿大嘴巴 打完了 脸好了 过几天再犯脾气 犯脾气 孙小焦一生气 她就磕头 她认为今天呢 杜天亮领着 林军先来了 进来磕头做衣 说好的抹眼泪 自己踹两脚打拉嘴巴 再搂在怀里亲亲热热 这事就完了 所以拧着身子给后背往这一坐 如果她接出去呢 她就能看出来 这不是杜天亮啊 她也就明白了 没有 我那绝嘴呢 听见子妞 门开了 光 关上了 滑上了 嗯 对了 该说好听的了 哪知道 我说杜天亮预进来直走两步 站了 没对 腰 这个刁腹 脸充礼 这可是苍天柱啊 我何不在背后给她一张 这叫暗算无常 死不至 谁让你那毒药钉打太厉害了 我照她 霓丸弓 挖了一掌 这一掌脑袋把她拍碎了 我也就成功了 按说身为大将者 应该是真杀实战 不应该暗暗伤人 可是对敌人 别讲手段了 行了 想到这儿 往前进身 手 非常快 山陵域轻功很好 很快就来到了孙小娇的背后 一抬手 吴 吴的一声 就这么一下 孙小娇知道不好了 杜天亮进来 不是这个声音 夫妻最近 最近不过夫妻 夫妻互相的走道声音 呼吸声音 抬脚 头足 都清楚 不对 怎么吴的一声 他一挥身 稍晚一点 这掌落下了 他一挥身躲过了霓丸弓头顶 就拍在他的肩上 这一挥子都给打碎了 什么人 这脚真横 再有一身上颜语 倒进前 把手抬起来 笨的耳耳耳 这致命之术 一掌打就完了 你 你 你是什么人 他疼得是哆嗦 尽管如此 这个手抬起来 遗憾得很 他在绣筒里有绣剑 有毒药针 两个胳膊虽然都有 左手怎么也不如 右手厉害 人呢经常使右手 有紧直左肺来 哎呀 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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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根毒药针 有这么粗 这么长的桶子里头 有崩茫 嘎 一反荧光 山林的掌可就没到了 可吓坏了 阿不好 噗噗 往地下一打 咕噜 往哪咕噜 然后倒下之后 往桌子这块咕噜 桌子咕噜 那真是平舍的 嘶嘶嘶 全都打空 哎呀 到这个程度 山林玉急忙 转到他后边 照着他腿那块 当的一下 哭泣 孙小娇谈着话 来人哪 刚喊来人 山林玉得以还手 照着后心 银沉掌 一张嘴 绝气身亡 这么大的贺鼎红村小娇 今天被山林玉置于死地 山林玉听听外边没什么动静 怎么 流血 山林玉急急忙忙的 赶紧从床上落过了背单子 先把他脑袋缠上 为什么呢 吐血 这块再出血 都把他藏好了 别让他挡血 然后抱起来往床上一放 拉过背 盖床 再床 连头带脚 无好都噎好了 怕血流出来叫人看去 第二个血不要紧 把腕盏 拽下来 擦又擦 斩又斩 转成团 也塞他被窝里了 回这屋里拽一圈 谁看你得说孙小娇睡觉呢 没事 稳稳心神 好显得一步棋呀 孙小娇啊 你死得够趋的 你都不知道死在谁手 谁让你那么爱你丈夫呢 我也办件好事 打发你和你丈夫到阴曹地府团聚 强死你单相思 我走 转身 开开丈夫门出来 把门光好了 往眼前瞧了瞧 一看呢 那边是赤龙和邱豹的说话 这边有两个当兵的给站岗 刚才也被赤龙给轰到别的地方去了 看来这鸭子的喊声 没传出来 传出来没 传出来了 传是传出来了 小两口在屋里爹一声 妈一声 高一声 矮一声的 别人谁能说什么呢 也不能往那个地方和解 说着啊 将来整死了 不可能 可这女的嗷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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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嗷 三爷这才放心的 刚好当兵呢 哎 呦 将军什么事 我的夫人在里边睡着了 你们不许惊动 她不喊 不许你们进去 是您放心吧 我们摊纳嫌疑干嘛呀 女的在屋里我们进去了 她饿我们一口 那我们活得了吗 您放心叫我们都不进去 转身来见赤龙 姨父 邱将军 叫你们见笑了啊 施龙一看 林玉挺平和 知道 问题不大 小娇干什么呢 跟我俩生气 赔礼道歉呗 结果她一着急啊 心口疼犯了 她有病 我好歹地服侍她喝点水 扶她上床 给她吃点药 她睡了 得歇一会儿 这心疼病啊 浑身没劲 睡一觉就好了 邱将军啊 咱们谁也别惊动她 走走走走 没事了 没事了 你早来啊 何必我们遭了三天罪呢 走走走走 山林玉新的话 没事了 是没事了 死了 转身来到了大仗 上了一座 有人打过镜面水 洗一束一臂 山林玉着急啊 谁想我快点把军队弄过来啊 初夏准备韭菜 韭菜没准备齐着 旧天外边 寒沙连天沙呀 哪呀 哪来这么活人呢 太厉害赶紧送信去啊 秋宝一浪 秋宝一浪 坚军大人 三将军 外边打起来 我看看去 没事 没事 任玉新的话 我们那伙人不搅闹不会有啥事 怎么没有事呢 送一将 pitch 这就这点 军队单吞点地报 漸病大都督得知 外边来了二十多人 已经闯到营门外 来啊 背马 抬刀 是 沙丁说那我也看过去吧 这两个人也赶紧要马匹兵刃 只见秋报 点起队伍 刀捞炮声一响 带队伍 往前边营门去 收拾按标 黄河岸 距离营盘 中间有空间 这个地方多美 也有三四里地 有一伙人已经闯到营门这 也冲进来 来到了里边 正在那交战 刀 炮声一响 军族一听见炮响 就懂得了主将来了 那就不用我们现在能拼命 自然的裂开队伍 掩斥拍开 睡着的军族也赶紧的出来 干嘛 裂队出征 李环 秋报 两匹马 马往前进 是啊 刘易赤龙 没敢往前去 为什么 这不是你的军营 你呀 是客人 官再大 兵全部在你手 俩只在旁边观望 只见对面 有二十多人 有的拿钢叉 有的拿铁棍 有的拿刀拿钱 还有拿个竖棒子 还有的赤兆足 光照强 玩命的望里跑 在前面一个人 手拿十三截链子鞭开刀 哗啦啦啦 上下翻飞 打着军兵 跟头咕噜的 他在前面开刀 后边人跟着 丘霸觉得奇怪 这是干啥的呢 怎么穿的老百姓衣服呢 不像当兵的 善灵狱这么一看 脑袋嗡立声 没吓死 怎么 第一个人他认识 手拿十三截链子鞭者 不是别人 是他的启蒙老师 又是他的舅舅 罗世忠 灵狱为难了 哎呀 我舅舅 领着几个打猎的 来闯敌人烈营 那不是送死吗 非有危险不可 我要是救他 暴露身份 我那两千五百人 就过不了黄河 非打不可 交起手来 我们救两个人 果不敌众啊 如果不帮他们的忙 恐怕我舅舅性命难保 罗世忠 怎么才到黄河岸边呢 书中暗表 别看罗世忠是个打猎的 那是热血男儿 胸怀大志 他懂得 国难当头 匹夫有责 于文国兵 禁犯山西 我不能坐视不管 他号召打猎的打鱼的 这拨人呢 一块投军 他走的时候 他姐姐还没过去 就是善灵狱的母亲 还没过去 就出发 可是他们走得慢呢 这会儿是穷人呢 正因为穷才偷军 为什么讨个除神呢 他跟这会儿说的明白 我们就知道打柴打猎 什么时候能发迹 要想发迹 就是偷军 当兵打仗 那几次战功就升官 升官就光宗耀祖 老婆孩就接官 就这么这会儿走了 可惜啊 吃饭的算计 住店不敢住店房 找个闭方 听说睡睡得得了 走得太慢了 山林玉不同啊 多是人帮助他呀 林初征 他师父赠马匹 赠盔甲赠银两 等到中途 碰见了陆金环 老蔡姐又帮助他 得了肃双鞠 又到崔文静那 有的是钱 有钱有矫程 走得当然就快 就是快也没赶上趟啊 所以罗世忠这伙人 就落后了 等他们到在汝南 人家当兵的笑的 都直不起腰的 你干嘛呢 偷军来了 哎 晚半月了 人家早走了 要我看 你们要是愿意投军呢 就过黄河 到山西去追队伍 不愿意 回家吧 这会人也灰心了 既然这样 咱就别去了 你说咱也没钱了 分分结伍 咱还得给人干活 挣点钱 大锅买吃的 分一分 继续赶路 守这次干嘛呀 还不如守在家里老婆孩子睡热壳呢 好不好啊 罗世忠说不行 你们不能这么想 啊 我们现在遭点罪 咱们到军中就好了 吃粮当军 装饱肚子 二位国家立功 老婆孩子有派吧 临走的时候 老婆送孩子送父母送 眼泪掉那么多 妄子成龙 你们都忘了 跟我走 好吧 跟你走吧 好不容易倒在了黄河边上 敌人 风和面 没船 罗世忠有经验 他是我高人 点穿名人指教 想当初一个老和尚病倒在他们家门外 是他家 把这老和尚救下之后 由他的姐夫给他治好病 老和尚感激恩德 教罗世忠武功 十年 离开他家的时候 这个老和尚告诉罗世忠 学会文武艺 或卖帝王家 帝王不用卖十家 就是说 你不能求取功名也不要紧 哪怕给人 看宅护院 遇不见十家 可以行侠上义 可惜罗世忠啊 被家世纠缠 这么多年 就没出去 现在有这么机会 所以决心以下 我非 偷军不可 领着二十多人 到黄河边 找个树林里 藏起来 派人寻风料哨 每天打猎 弄点吃的 勉强凑合 经常在河边观察 发现有二十多人 就小泥鳅井底蛙 这波细作 在河面抓人 罗世忠摸清规律了 这俩是头 我抓住一个 我一问 怎么能怒到船 该着啊 小泥鳅倒霉 小泥鳅 叫贺鼎红 打一巴掌 掉俩牙 刚好消肿 吃螃蟹吃多了 闹肚子 他呀 告诉经理蛙 你领这本 人到那边转转 我呀 得方便方便 他就要进了小树林 罗世忠在后边跟着 他解完手 提着裤子 刚要出来 罗世忠一伸手 捧 把他一领子抓住 谁 别闹 谁和你闹了 把刀 往脖子去 一搭 干什么 别喊 行我就你杀了 走走走 把他领到树林深处 这几个打猎的呼啦就围上 小霓球一看 你们干嘛呀 你是干嘛 我老百姓 胡说 天天看你们 你是渔文国的戏作 叫什么 我外号小霓球 我姓张 叫张金良 问你点事 我们是老百姓 家在黄河北岸 回不去家 老爸孩子 胖了 我们想走 可惜没有船 我们急坏 弄条船行 我没了能力 那你们这口令是什么 说不说 不说 抹了你 到这儿 等 穿 来个小口 凉色色的写下来 别别我说 每天有巡河的船 你们要能搭上那个船 就能过去 口令是 我告诉你就活不了了 我们不说是你告诉的 谁知道 好 你可放了我 放心吧 谁对老婆孩子 谁能那么缺德 你说吧 那边问口令 你说 鲨鱼 那边回令呢 乌龟 还王吧你 这就能过去 哦 鲨鱼 乌龟 不对吧 对对对 你别往里推倒了 再推倒了 气管拉伸 我就活不了了 好 别动啊 拿去给捆上 司马到船提捆上之后 有人给 拉出一条 裹脚步子来 团吧团吧 就给这小子 塞到嘴里了 然后一滴了 用个小细绳 往旁边小树上一缠 系好了 哎 我说朋友 在这先歇一会儿 你要是没缺德作损 天光放亮 有人看见你 把你救了 要是缺德作损 没人看见 饿死 怪你命短 谢谢啊 走 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